另一方面 林口市大運選手村的新建也是風波不斷 台北市議員今天跟立法委員到現場會看老樹被修剪的情況 台北市政府則強調 目前只是在整地 還不算正式施工 而附近的居民呢 認為根本是選址錯誤 要求立刻停止移植作業 这棵樹林 已經有50年的老榕樹 整個樹冠被修成光秃秃 只留下一小撮樹枝 還有苦練樹也難逃金光 這些樹全都位在新北市林口市大運選手村的預定地 修之修成這樣 台北市政府坦誠又舒適 居民不滿 北市府以選手村是國宅預定地為由 宣稱不必還評 但開挖的綠地面積卻有13個足球場這麼大 居民強調這是選址錯誤 也認為即將要移植的800多棵樹木存活率不高 呼籲北市府回頭是岸 別奪走林口這麼珍貴的綠地 當然不值得啊 因為林口現在空屋已經很多了 那我們不需要更多的房子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再種更多的樹 也沒有地可以再種樹了 下午台北市議員跟立法委員前往現場會刊 重申預算沒有通過 要求馬上停工 不過北市府堅持這只是整地而不是施工 並沒有打算停止休職斷根的移植前置作業 記者 林前美劉翰林 新北市報導